第十家就是龍城計劃的關鍵 我卓庭江的夢想知識 很快就會成 龍城計劃, 之前沒聽老爸提過的 我沒提過因為時機未成熟 年輕的時候我很窮 窮得連一個床位也租不住 我試過騎樓底 誰知道被導遊趕走 還偷了我的東西 有一晚還風還雨 我躲在貨車底下哭 人善被人欺 那時候我跟自己說 做人不可以這麼折迫 我要大翻身, 我要做地產大亨 後來你爸爸創立了亭輝 不用三十年 就把公司的資產發展到百多億 真正做到地產大亨 不用再被人看不起 我早就覺得不可以一輩子都做收購重建 起源一棟賣一棟 我要把亭輝做得更大 我要做一個所有人都捨不得走的路 裡面有豪宅酒店、寫字樓 表演場地和購物中心 建築和設計 全部都要世界第一樓 難怪 我知道爸爸一直留意舊區的投票項目 這個計劃有一幅很大的地 這幅地我等了很久 這十幾年, 我好像砌圖一樣 逐個號碼, 逐條街頭回來 已經投到九條街了 現在就是爭取關鍵的第十階 那幅地, 政府背了給未來都會發展局 接下來就準備GPU拍賣 爸爸已經做好準備了 第十階有這麼大的發展潛力 一定有很多人搶我 你放心, 潮中有人好辦事 都會發展局, 有人會幫我們 最能幫忙的都是你媽媽 你媽媽人一說 還一直很支持我的夢想 今晚靠你 我辦事何時有令你失望過 你爸爸的紅塗大計不止我 你也要幫他走 我們三個人, 一條心 龍城計劃就不會再是夢想 很快就可以實現 你好, 後來不見 謝謝 為我們永恆不變的友誼, 乾杯 謝謝 今晚我們要好好醉一醉 我們要好好醉, 醉一醉 糊塗 我會不會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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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再做了 你要做的話 好 叫了一杯薑茶給你,解酒 趁熱喝 我們的夢想很快就會實現 我們參考了世界各地的例子 我們將會結合藝術、展覽、消費、娛樂 在這區製造一棟地標結築 除了提升形象之外 還可以提升物業價值 好 海邊這幅地皮,景觀最好 我要地標放在這個位置 但是這塊地我們還沒到手 我知道有幾個發展商 對這塊地很有興趣 我想他們出價也很進取 老闆,財務評估做好了 我們的出價沒問題 好,標書的細節跟二帆談得了 跟我談? 我拿到重要情報 定好價,其他東西你照單集約就可以了 快地,我們更冷了 好,來看吧 好,來看吧 龍城第十階重建地皮招標 底價是九十億,價高者得 如果沒有一份標價是高於底價 就會流標 可以開始讀出每份標價 第一份,億基地產,八十三億 第二份,月明集團,八十二點三億 第三份,新元地產,八十五億 第四份,星羅地產,八十一點八億 進開地產,八十八億 御雲集團,八十六點七億 然後是亭輝集團,九十五億 都會局從未有結果 遲點早點,結果也是一樣的 你說待會開哪支香檳好呢? 大約知道 有結果 都會局的善人跟我們說 我們投不了 有人出格九十一億 誰? 是超強 是唐敏搶走我們的地 出來了… 你們超強拼完第一次投地 就出禁股價,是不是怕搶人贏? 有分析師認為你們為了收回成本 提供樓價,推過萬個市場 你怎麼看? 樓價和成本都沒有必然關係 就算最後的定價是怎樣 或者我賣不賣福地,我也沒決定 大辣辣九十一億 不需要回本?是不是太不理智了? 也是不理智的 因為我喜歡這幅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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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小姐 幫我明記了她 陶小姐真厲害 你們超強竟然可以投到 我們亭輝想投的你 我們亭輝出的價錢 你們超強僅僅高五千萬 在投標前一晚,你特意約我出來 找人上我的車子 偷看我的錶書,是不是? 你是律師 你知道所有事情都要說清楚嗎? 先是我弟弟被人偷拍的信用卡 然後就是我爸爸的醜聞 你所有事情都做到不留痕跡 今時今日的圖文 要毀滅證據有多麼困難? 我幫了你這麼多,你懷疑我 你是幫我還是你用? 你怎麼想我控制不了 既然你沒做到 為什麼你不解釋一下? 那公事怎麼跟你解釋? 那我幫你解釋 你的目的就是想教我們廷輝 是嗎? 你別再惹我,你卓家